欢迎大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港外望 有我林冀,还有我林浩基在这里 今天闪电的新闻 8月28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因病宣布辞职 将会留任到搞清楚继任人为止 终于破纪录能够坐到那么久的安倍晋三 终于要起床 但问题对于现在看到很有趣 南韩那边即时有反应 非常远色等等的情况 中国那边的反应非常曖昧 对于这件事就不评论 于是有什么愿意去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发展 但大家都知道其实安倍晋三从来一直都不是北京的偏好 北京一直以来对于安倍是好 尤其是他第一个任期 更加重的第二个任期 他现在这一任的首相位的时候 他上台之后也都是非常多 不断攻击他说要修改和平宪法 一大堆的情况 去到最后这两三年来 因为经济上突然间就双方就一拍即合之下 就才少了很多对中国很多对日本的攻击 但是未来两个呼声最高的接任人 包括副首相麻生太郎 和防卫那边的相河野太郎 两个都是更加鹰派更加对中国不亲近 麻生太郎直到早前在嘴笑 这个世卫组织应该改名做中国卫生组织 于是乎一向言论就非常辛辣 以及对台湾麻生太郎方面的立场都很明显 之前有去过台湾 然后最近李登辉也有一个所谓的自己 虽然没有去台湾 但是也有些表示 所以你看得到就是相对于安倍的立场是更加硬的 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林乌基 是的 通常在议会制国家 他们要换这个政府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的 基本上就是议会里面 多数党重新自己内部选举一次 就可以谈得到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在议会制国家里面 要换一个政府 其实是比起这个总统制国家 是容易很多和快速很多的 所以尤其是在今次这个情况下 因为一般来说议会制会换政府的话 你要么就是任期戒门 要么就是发生一些很大的政治事件 令到原有的政府需要下台 需要重新改造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安倍晋三人 因为自己有病 然后因为体力的问题 因为身体的问题 所以他决定要辞职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整个政府的支持度 和整个政府的架构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动的必要 所以接任安倍晋三的人 基本上应该大概就是一个 和安倍晋三立场很近 或者甚至乎比安倍晋三立场更加进一步的一些人 他们才会比较有一个机会可以接到这个牌 因为很明显一件事就是安倍晋三去 现在他这个下台的一个方式 其实是会令人引起同情的 所以如果你执政党在这个时候 换另外一个派系的人上去 换另外一个立场的人上去的话 你反而是会令到选民对你的印象会更加差 但问题非常清楚 你是自民党 现在日本都一党独大的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那个所谓分别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也都非常清楚 现在安倍晋三这个时间来退 就是日本第一两大问题 大家都见得到的了 就是在国内里面第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武汉肺炎 意思就是说你继续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 怎么去处理和解决 一定是日本国民首要去优先考虑的问题 第二 现在这个病继续串销下去 你2021年的东京奥运怎么办 这个也是非常令到很多在日本里面 尤其是你的经济发展 以及你整个 你不是仅是一个体育活动 你扔了这么多钱进去投资 建了这么多会场 然后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最后你现在怎么收拨 如果你明年还是搞不到 就真的 你那个所谓的损失 就真的不知道以多少数来算 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 它里面就是这两个问题 但是对外 也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 刚刚早两个节目 就是其他不同的节目 才在说起 其实你知道日本 刚刚才对中国试射四个导弹 是非常大的反应 现在接下来又会去关岛 这个河野太郎 就会和美国那边 这半年内第二次去磋商 有关于日美防卫的问题 然后现在也在说 究竟日美之间的联盟会不会更加紧密 因为以往就说安倍虽然长期就不是中国喜欢的人 但是相对而言因为经济的成就 或者跟中国签订了一堆经济协议等等的情况之下 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跟中国的关系都好像不是差的 甚至在这两三年里面 之前当然不是 在这两三年里面 甚至有些人就比较说 哎呀安倍都挺亲中的 说这些说话就很奇怪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现在日本的国策是麻生和河野 这两位最有可能高声欢呼的接入人里面 在这些人里面的基本上的国策 更加明显地对中共的戒心是更加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刻换一个这样的继任人 现在他也都很明显有几样东西 就是麻生那些他有什么有那句就说那句 没有那句他都敢说出来 也是比较上好像特朗普这一类型 比较上讲话比较不顾后果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他坐上去 对于中国的态度是非常清楚 他肯定就会比安倍更加辣 而回到另一位 因为他一直在搞防卫 上去而他自己没有这个所谓的 著名的一个明星 或者其他更加多 你说不知道什么人 如果他坐上去的话 其他派系的情况的话 他一坐上去也是非常清楚 这几大问题 都会变成一个很难解的死结 尤其是内政 现在日本的最大问题是武汉发炎 他不断是这样翻发 而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去 清理了所有究竟哪里还有什么感染 以及也没有办法去长期的经济 封锁还是不封锁 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整谈这样的事情 为了你奥运怎样 或者你是外面的对着美国 以及对着中国的形势 或者对着北韩的形势 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清楚地会走向一个局面 就是对于一个新的接任人来说 对中国强硬 包括是因为疾病 或者是外面的战略形势 因为要联台 联美 然后去抗中 非常明显地就是包袱 是远远是小过安倍自己的 而可以想象的就是 日本在这个突然间 因为安倍不做之后 冲向这个所谓 河野太郎 刚才才说的 他情愿要做这个 五眼联盟做的第六眼 是不是 就是无论是哪个 或者是视频人都是 明显地是会令到日本 是更加和美国关系密切的 怎样看这件事呢 林慕基 对于日本来说 当然现在要面对一个 国内经济的问题 令到日本在很多地方的立场上面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很不同的 我要补充 你说经济问题 你知道平时讲经济问题 哎呀 那你经济问题 是不是卖多些货 或者你能够去 令到买多些便宜的东西 或者和中国签多些更加协议 更加多工厂 是不是 那你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经济问题是疾病问题 你不解决这个武汉肺炎问题 你什么经济重启计划 都是无可能实行 你什么鼓励经济计划 是无可能实行 你的旅游业是无可能实行 是不是 所以整个问题就全部on hold 就是因为你的所谓的 武汉肺炎问题 而还要你的武汉肺炎问题 不解决呢 反过来你就是火烧连环船 连奥运都沉了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无法解的死结 所以由头到尾就是 你期望 事实上 没有东西可以从中国拿得到 在这个问题上面 你除非说 哎呀 中国有很多疫苗去资助 日本 日本是不是要 日本是不是在药业上 担心这个问题 是需要你中国帮忙 是吧 所以去到尾 这个中国能够洗出力量的地方 是很小的 但是对于一个新的接任人来说 一个新的首相来说 他尤其是看回这两位人士 以往的言论那种感言 对中国 说不那种感言的言论 很明显 就是将它变成激化 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 加上联合美国 对他的算盘来说 是更加有利益的 因为很简单地说 就是因为他如果 包括你武汉肺炎 对外的安全问题 经济的困难 全部 将手指指向中国的话 就是也都是再一次 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因为你中国自己做这么多事情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结果就必然令到中日关系 是更加受损害 而中国的所谓一路 这段时间尝试想找着的 是这个东海的后院 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它能够找得住多久 有什么看法呢 林浩基 是啊 就是你当你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要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最主要要跟选民交代 就是你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日本的这个经济问题 其实已经不是一年两年 是现在遇到这些突发的情况 然后加深了一些经济问题 但是其实它有很多问题 是多年以来都没办法解决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所作所为 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 去令到这个新政府面对着质疑的时候 面对着你是不是做得比上一届更加差的质疑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方法 不是这个就是因为中国的问题 是因为中国的原因 令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问题 所以我不要用一个很大仁大义的一个想法 我就用一个最坏的一个想法 我就用一个最少人的想法去想 基本上你遇到一个这样的 遇到一个这样的习近平 你有可能利用尽他的所作所为 来到去帮自己来做成一个解释吗 而且最重要的一样的就是 对于这个安倍晋三来说 他的美景资质就是一个国家正常化 令到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所以河野太郎 其实他们一直以来他们想走的一条路就是 慢慢慢慢逐步 这个是最好的时机 你明白吗 因为你的东海危机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是就算对抗北韩 其实日本大家都会问是不是有需要 就是那个问题就是你日本 现在重新没有装化的话 是不是这条路呢 你一旦走出来 大家担心你收不到 譬如韩国会很大的担忧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面对着中国的问题 而中国的威胁是这么明显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喜不喜欢都好 变成美国就以往可能会比较上是觉得不好 现在的想法就可能会变 是不是 因为现在摆明美国的焦点就是面对着中国问题 所以日本加入美国这个联盟 然后去藉此达成它的所谓国家正常化 也就是修改和平宪法 然后令到日本可以由二战以来 变成一个可以拥有自己军队 或者各方面去更加加强他的军力的一个做法 或者拥有他自己去决定是不是要去进行战争的做法 这个如果他是有这个想法的话 这个是最好的时机 是不是 这个就是目前现在日本会做的事情 所以可以想象的就是 安倍就等于之前很多人在说 一些所谓以往 因为他们以往的一些所谓的 和中国的合作 或者和中国的合约 然后令到他惯了那样东西的时候 他未必会走出一个新的局面 但是很不幸对于中国来说 在这个他最需要任何一个不变形势 是稳住形势的时刻 安倍的身体捱不住了 所以很自然地 从政治上来说 非常清楚 麻生或者是何野 上去的结果 一定已经开了口了 何野的那些开了口 麻生也是更加那种 所谓由亲台到反中的立场 也都非常明显的 典型就是那种的长期 我们经常在那里笑 哎呀日本有些 他们眼中有些大男人主义 什么右翼 但是他们以往的言论 很多人 就是有些亲共的传媒 都在翻查着 大家都知道 那类的人物坐上去 很自然就是那种鹰派 然后这种鹰派的作风 就会偏向和美国合作 这个就非常清楚的 所以中国现在 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 他现在是没有评论 是吧 他就是 我们真是希望能够 和日本保持什么关系的发展 但是对不起 可以想象 现在日本的形势 就肯定是更加倾向去 债向美国 然后呢 可以去满足到他们 如果你说他是右翼军国主义 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期望国家正常化 这种立场呢 现在日本走这条路 那个机会是远远高 过继续和中国维持 就是现在的所谓合作关系 有什么看法 是啊 尤其是当你面对着 当你面对着 现在日本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无论是日本政府 你做什么都好 你现在面对着的国内问题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 在未来几年可以顺利解决得到的 这个疫情加上 那奥远搞不成的这个阵痛是会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是不会是立即呈现是会慢慢慢慢逐点逐点逐点出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日本他一定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遇到需要选哪一站的时候 他是要选择哪一边 所以非常清楚 现在就是日本面对着这个选择问题 你一个绿眼的联盟 加上你如果最大 就是中共可能最担心的问题 就是台海问题上 如果日本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就是这个日军对于整个台海的平衡 是肯定是有一个最大的影响的 你以往就是因为美国不同意 而回到日本也都是担心 究竟在什么问题之下 会牵连入这个形势里面 或者还有另一个对日本最大的制造 就是北韩方面的形势 但是到现在当美国明确表态 包括对台海 包括对南海 而日本担心 就算你不想理 但是最后你一定是火烧连环船 因为你一旦台海有什么问题 接着下去它的尖角诸島 也就是中国眼中的钓鱼台 就肯定又会成为另一个所谓冲突的来源 所以日本会怎么样处理 会不会选择一个最激烈的一个行动 就是说日美台三个的联手去处理 这个将会中国最头痛的一个问题